用对的方法 用对的心来修持 才能够圆成佛果 讲述完认识心性的破旺心 及显真心 现在要来介绍《愣言经》中 如何实践修行的次第修道分 佛陀认为 每个人的背景 及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因此不管选择什么法门 每一条修行之路 都能直屈真如涅槃菩提 而为了避免修行背道而迟 或绕远路 佛陀要阿难遵守两个原则 这是二决定义 第一个决定义叫做 你一直在这个路上 应该要一直自我检讨 我们的动机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的终极目标 能够相符合 叫做以因同果 那以因同果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情 能不能够用自己的真心 去处理 如果你用的是真心 结果就会是你要的 如果用的是 忘心虚伪的心 那么结果呢 也很容易产生 意想不到的不好的效果 所以这是第一个决定义 第二个决定义呢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着手点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 不是只是表面 或者是时间过了 就淡化一切 而是要从根解解 从问题的根源上去解套 但是问题的根源 从哪里来 又要回到我们的心 后来佛陀 请有成功修行经验的弟子 来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总共有25个贤圣 起来发表他们的生活经验 这25元通法门 就是从我们的六根对六成 乃至于产生六世的生活世界中 一一的去探讨 简言之 二绝定义 是要我们用对方法 用对心来修 才能源成不生不灭的佛果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 识 lawmakers expanding ihm中规�rei